在成都,有个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 它位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校园内 从2017年成立以来 就一直致力于帮助香港青年在四川创业 截至目前,已帮助香港青年在四川完成创业项目10个 并且正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加入到他们的创业队伍中 12月5号,记者在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看到 多幅香港青年创业项目介绍图 川港青年交流照片挂在文化墙上 各个创业项目公司的名称制成小旗 挂在各自工作区域上方 作为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负责人 肖西青告诉记者 从9年前第一次来四川参加交流活动开始 他就很想到成都求学 高中毕业后,如愿考上四川大学 并创立了四川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 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回到香港 选择了留下继续追梦 肖西青发现,香港青年创业通常会遇到政策不熟 人脉缺乏等难题 为了更好给香港青年提供帮助 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便应允而生 去收集一些政策信息 把它宣传出去 让更多香港青年在这个创业青年 更加了解及时知道这边的一些创业政策和信息 那么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通过 衔接更多的平台和资源 让大家能够通过这些资源和平台 寻找到更多的一些合作方向 业务方向 港生驿站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了一个家 每月只需要花费一两百元人民币便能入住 在成都创业近一年的香港青年 李浩云正在港生驿站公共区整理鞋柜 在工作之余做家务 看电视 健身 让他的生活很充实 我觉得坐在这里比较温馨 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因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边就是很多设施啊 包括环境还都很齐全 想尝试在这边开展一下自己新的生活 然后这边待久的时间就觉得 其实创业是一件挺有挑战性的事情 就是经过不断的努力吧 也希望自己人生可以越来越好 目前已有十个香港青年创业团队 入住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 香港青年汤子江 半年前辞掉香港的工作 来到成都创业 创业项目是帮助内地学生赴港求学 但由于香港现在的局势 项目推进举步维艰 但他并未放弃 就是中国西部 现在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然后这过程当中 肯定会有很多机遇 能够给到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的 香港目前的情况 可能会跟内地减少很多交流 但是我觉得越是像香港 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又要加深这个两地互相交流 不能让这个交流断开 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然后为这个两地的交流出一份力 据了解 2018年川港举行 川港高层会晤 即川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 双方约定在11个领域加强合作 其中一项正是青年发展 消息清表示 随着川港创业团队不断壮大 现在已经在规划建设 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 第三期的共享办公区 他认为 内地的创业生活成本大大低于香港 香港青年应该挑战一下自我来闯一闯 不同的机遇 不同的机会 那看个人是不是 这个机遇 这个机会是不是适合你 你可以去做一些高大上的 这个科技项目 不适合的话 你也可以找一些 比如说如果你适合去做奶茶店 去开茶餐厅 我们是更希望这个两地的 川港两地 或者说香港跟内地的这个青年 有更多的交流 而同时呢 在做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呢 也能发现自己的价值 不让自己就是打一份工 过得这么平庸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